欢迎来到404大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在深圳日吉南童遇袭事件发生后 微信公众号达冷发布的一篇 遭到删除的文章中 作者提起这些恶行事件发生在深圳 是这座城市的耻辱 并提醒网民警惕仇恨情绪的蔓延 文中写道 当天是918国耻日 深圳全城鸣敌纪念 而就在全城响起防空警报之前的两个小时 一个深圳孩子幼小的生命 结束在了这个普通的清晨 也是在这一天 深圳这个城市为之黯然失色 不少深圳市民为自己所在的城市 发生如此极端仇日事件而感到羞耻 能不能放一会儿再拿进去啊 大家送的花放在这里不行吗 为什么你们要拿走啊 它是我啊 深圳对此事的应对与处理态度与方式 是这个城市前途与命运的分水岭 毕竟没有开放就没有深圳 没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 就没有这个城市眼前的一切 一个城市无力保证孩子们安全的上学 那这个城市所有的发展都是无效的 这个城市有再多的高楼 有再高的经济成绩 不能保护弱小 不能保障上学路上的所有孩子 这个城市就是失败的城市 这样一起针对外籍人士的极端仇恨事件 发生在蛇口 更加让人胆战心惊心有余悸的是 它既然可以发生在蛇口 它就有可能发生在中国所有地方 深圳如何应对这起 让其市民感到羞耻和痛心的极端事件 可以看出 这个以改革开放作为原始资本的城市 是否还愿意继续开放 是否还珍惜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 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对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